那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多国地标性建筑举行了亮灯仪式 点亮中国红 获举办灯光秀 为中国送上祝福 当地时间10月1号版 阿灵球的多处地标性建筑纷纷点亮中国红 在阿灵球迪拜 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先后于当地时间8点40分 9点10分 9点40分 发布了三组以中国国庆为主题的灯光秀 吸引了许多民众和游客 驻足停留欣赏 在阿灵球首都阿布扎比 包括酋长国公酒店 谢克扎伊德大桥 哈利法大学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等多处地标性建筑 也纷纷点亮中国红 在夜空中格外引人注目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同时也是中国和阿联球建交35周年 除了哈利法塔的灯光秀之外 阿联球还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举行行事多样的各种活动 邀请中华游客一起共度中国国庆佳街 9月30号晚 美国纽约帝国大厦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亮起一摩绚丽的中国红 亮灯活动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 30号当天上午 纽约帝国大厦举办亮灯仪式的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一派喜庆的节日气氛 为庆祝新中国七十华旦 从9月29号开始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索菲亚广场 持续三天举行以盛世辉煌为主题的灯光秀 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这三天里 从晚上7点开始 索菲亚广场上的标志性建筑外墙 化身大荧幕 通过3D投影技术 展现出中国的悠久历史 灿烂文明 科技发展 以及经济建设成就的画面 璀璨灯光让基辅老城 洋溢着节日的氛围 来观赏灯光秀的华人华侨 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 共同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我很热爱中国 很热爱中国的人民 祝贺中国繁荣富强 祝贺中国人民 幸福安康 中国生日快乐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8点 冰岛首都雷克亚魏克的地标建筑之一 珍珠楼首次点亮中国红 珍珠楼负责人表示 10月1号是新中国的生日 他们以珍珠楼点亮中国红的方式 为新中国庆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